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港市民将会有机会一睹这艘科考船的风采 雪龙2号结束五个多月任务之后 归航期间将会访港五日 下个月8号早上将会有进港海上巡游和欢迎仪式 船队应该10点就可以在里面门进港 然后我们很开心得到我们香港电台英运全程转播 我们的停船码头的地方就是在尖沙咀海运码头 就是靠着广东道那边 我们会有十几亿船 包括了各个纪律部队 好像消防 海关 入境署 警察 还有环保署 监测船 还有几只渔船 还有天星小轮 当时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宏大的仪式 上高我们还有飞行服务队 两架直升机 上高资金 雪龙2号航空期间会有连串活动 抵抗当晚会有文艺晚会 重头戏系之后一连四日免费开放公众登船参观 估计总共有三千人可以上船 船有五层 它尽量每一层有不同的量点都会介绍 包括了我们海洋的采样的室 另外有一个化研的实验室 也会有一个数据的管理库 重点就是大家上到船长的仓那里 可以望着船 最后大家看到后面应该是一个停机坪 每个地方停留五分钟都是走马看花 估计其实就是每一组人 就是20到30人左右一组上船 停留大概是20到25分钟 一日大概是上到一千人都不够 雪龙2号的科学家 现在将会和超过200个本港学生交流 下个星期一到6月就会在科学馆 举行极地科研与气候变化展览 香港电台记者优家威报导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说 什么时候开始呢 现在应该五月可以做到第一次了 那长程都要卖个关子 就是它找个适当的地方 那如果烟火就不同烟化的 烟火是小规模很多 大约10分钟左右 那无人机是另一种的做法 因为无人机可能有些不同的花款 更加容易做得到 因为我们之前在做过的 在西九有做过 在铜锣湾那边也做过 那传统说烟花就在玩仔 那这个我想 旅法局他们在想着 哪个位置最好呢 这样 次数胎物有没有需要的 那现在我们提了出来 第一个月一次烟火 无人机我们觉得是适当的 那你说会不会在一些某个地区 譬如它有条很漂亮的河 也有个地方让大量观众可以看的 那这个我们不会 这间山里的门不会倒 那你说很频密的 就是全港18区 各个区都落 现在不是我们的想法 艺术三月有多项文化艺术活动举行 当中有部分会横跨5至6个月 王伟伦预计 近期的活动 可以吸引超过400万访客来港 他透露下半年 本港会有70多项盛事 政府会争取早些公布盛事年表 让业界早些做准备 其实乡来不是没有跟大家说有什么盛事 但可能时间性不够早 另外未必那么清晰 那么聚焦 很多年前在日本 《渡边纯一》 有一本书叫《失落园》 风美一时的当时 在当时去横滨或轻井宅有的地方 它有些叫《失落园套餐》 就配合某些情节去做 香港相对来说少这类的东西 我们就觉得透过早点等大家知道 可以预时间 但是这个不代表我们会很僵化的 如果有一些很值得的活动 它是要在短时间之内推出来的 都仍然有可能的 我们就加上去 他说二月份访港旅客 突破四百万人次 较预期更加理想 能够保持的话 全年访港旅客有望接近五千万 香港电台记者拉以宁报导 2019年冲击立法会大楼家案件 12个被告分别承认和被裁定暴动罪成 判监四年半到六年十个月不等 其中艺人王中瑶被判监六年两个月 2019年冲击立法会大楼案 被告之一艺人王中瑶 上个月一号联同另外三名被告 被裁定暴动罪罪名成立 他同同案多个还预被告 今早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听取判刑 区域法院站位法官李志浩 引述王中瑶求情信 表示他为人善良 落于助人 法官也同意辩方指 他没有暴力行为 在现场只是逗留大约五分钟 但是法官指出 逗留时间短并不是有力求情 暴动是依赖每个人加入 如果每个人都好像他那样中途加入 暴动就会不断延长 王中瑶的出现 鼓励和支持其他参与暴动者 激起士气 法官同意王中瑶的参与程度属最低级别 以监禁六年半为量刑起点 寄与他无案底 和同意大部分恐慌案情 最终判监六年两个月 另一被告本身是民主派初宣案被告周嘉诚 案情指他在进入立法会大流后 有份私委会议厅里面的《基本法》小冊子 法官认为他的罪责极之严重 指立法会是庄严 有独特建制地位 有关行为能够激起暴动 但有煽动性 罪策和使用武器冲击破坏不遑多样 法官以最高七年作为量刑起点 基于被告认罪和无案底 判监约五年一个月 另一名民主派初宣案被告刘永康 法官指他虽然没有破坏行为 但参与程度并不低 从他和其他示威者相亦去留 可见有带领、号召和煽动角色 延续暴动的可能性 参与属于重中之重 以七年监禁作起点 基于他最早阶段认罪和无案底 判监约四年半 这一宗案件一共有12名被告 分别承认和被裁定暴动罪性 全部都被判囚 应期几乎四年半到六年十个月 另外案中有两名记者 被裁定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罪性 分别判罚款1000元至1500元 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导 一辆白色私家车 星期四晚在深水埗被警方巡查期间 突然加速洗钱 撞到多辆私家车 以及一个在行人路上的66岁女徒人 司机汽车逃走 但在现场留下了身份证 警方在涉事私家车里面 检获大约50克 怀疑匹匿可卡因和冰毒 市值大约52000元 被撞到的女徒人 然至昨天相重不治 警方在案发当晚 拘捕32岁的私家车车主 再在石禮拘捕一个 曾经收留司机的19岁男人 22岁的司机昨晚被捕 他并没有有效驾驶执照 暂被凶误杀 同犯运危险药物罪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在第二届城市创科大挑战 启动礼致辞 指政府近年大力投资 推动创科发展 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提升各行各业的竞争力 他又说香港在人工智能 数据产业 生物医药 绿色科技等方面 都有非常独特优势 政府未来会发展好 有关重点环节 为香港的创科事业 开拓更深更广的发展空间 在八香莲花地捕获 命名为白香果的鳄鱼 今天开始在海洋公园 入口新设场馆鳄园 免费和公众见面 入去幼稚园师生和家长 获安排到场参观 听工作人员介绍鳄鱼的资料 还可以玩游戏收礼物 照顾白香果的动物护理员 说他来到新环境之后 表现活泼和健康 胃口很好 长度和体重都有增加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会见到访的 安哥拉总统洛伦索 上方宣布中国和安哥拉 会提升为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说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 势不可挡 中方愿意加强和非洲国家协调 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欢迎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安哥拉总统洛伦索 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 军乐团奏中国和安哥拉的国歌 洛伦索由习近平陪同 检阅解放军仪仗队 观看分裂性 天安门广场明放21响礼炮 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 中国和安哥拉在去年庆祝建交40周年 习近平说两国合作基础好、规模大、互保性强 互利合作有巨大潜力和光明前景 上方应该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推进发展战略对战 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增效 中国愿和安哥拉 妥善实施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 到当地展开多种形式合作 协助安哥拉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经济多元化 又会增进彼此人民交流 习近平说 发展中国家群体胜挖起势不可挡 无论是全球治理还是发展范围 全球南方都不应该缺政 中国是非洲国家维护独立自主 和推进发展振兴道路上的可靠朋友 和真诚伙伴 中方原家强和安哥拉等非洲国家多边协调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国和安哥拉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洛伦说 这样充分展现双方自力深化关系的决心 期待和中方一起推动两国关系 不断取得更多诚广 安哥拉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相信台湾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 他又邀请习近平到访安哥拉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处 关于编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 经贸、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导 美国联合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 在俄纳江州着陆之后 发现起落架旁边一块面板不见了 怀疑在飞行期间脱落 航空公司罢备调查事件 脱落的飞机面板原本是在起落架旁边 连接机身底部和机翼的位置 工作人员是在飞机安全着陆之后 进行检查时 发现这块面板不见了 垂直关闭机场两条跑道 找飞机组件但没有发现 这架联合航空波音737800客机 机灵超过25年 当地星期五上午由三藩市起飞 飞往俄纳江州南部梅德福市的机场 在个几钟头航程里面 机师没有察觉以上 因此没有要求紧急降落 机上145名乘客和机员 没有人受伤 联合航空表示会调查 波音客机近于接连发生事故 安全引起关注 在今个月4日 这架同属联合航空的波音737 来陆客机 由优斯敦起飞之后没多久 因为引擎着火被迫截返 到今个月7日 联航这班原定由三藩市 飞往日本大阪的波音777200客机 起飞之后其中一个轮胎由起落架脱浪 击中几部停泊在机场停车场的汽车 到上星期五 联合航空这架波音737 MAX 8 来陆机降落优斯敦机场 在滑行的时候 冲出跑道外面的草坪 这几宗事故都没有人受伤 在一月初 这架阿拉斯加航空波音737 MAX 9 客机起飞之后没多久 机舱旁边一串门失脱落 机舱一度失压 机上一百七十几个乘客和机员 要戴上氧气罩 客机要紧急降落 有几个人受伤 调查发现 脱落的门身 缺少了四个用作固定的螺衫 美国司法部据报证进行刑事调查 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